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万千 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式子,叫寒基布 我们这个式子都是,我们这个东西都是互相有影响,层层相连的 所以说呢,这个三间式吧,它主要做的是这个活动身法,活跨,捧丹田 这个寒基式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我们这个拳嘛,就是要求是单足着地,两胯提动 我们有一句话叫,精华越苦越金蚕 这个金蚕呢,就是这个刘海吊金蚕,金蚕是三条腿 所以说呢,三条腿金蚕是走的时候,它是一条腿着地 所以这是我们的拳特点,就是一条腿着地 那么我们就练这个式子,叫寒基式 什么叫寒基式呢,就是说这个当风机啊,在这个雪地里站着的时候 它是一条腿着地的 然后呢,我先做一下这个腿部动作 然后再告诉你们的手部动作啊 启式呢,和那个三间式都一样 前半步和三间式也都差不多 要点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我这个脚啊,踢起来以后一定要 不要这样事儿的啊,一定要勾连 勾连将来是出去,管脚,管什么的 哎 管脚,管,走 哎,这些东西就都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逐入勾连 出面看一眼啊 坐 起 出入勾连 后边这儿一定要鼓起来 鼓起来啊 好,做手部动作 做 一定不要挺框 这么做就完了 这么做就完了 全部都错了 一定要 我先做 好,正面 正面演示啊 然后脚起来的同时 手就起 后边一兜 就起 好,我们这儿全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叫弓腕垂直 腕着弓起来 垂直四个手指都变上 大拇手都张开 这个将来这个对于公用 将来要要说到的啊 现在它不是主要的 我们就弓腕垂直就可以了啊 弓腕垂直 前臂横过来 趁肩坠走 趁肩 横 横 横过来 不要这样 这样都断了啊 横过来 弓腕垂直 后手呢 竖下 小臂要竖着 弓腕垂直 这都是松的 这也是垂肩 垂肩 这肩膀一定一定要拔开 弓腕垂直 做一遍啊 放下 右势 左势 右势 这弓腕垂直 它练你的身体的稳定性 我们总是单主着地吧 总是单主着地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往下只有这条腿用劲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伸着 手都不用劲 然后这是一脉步 一脉步脉步就打人 所以这个是以后慢慢讲啊 这个道理一时半时讲不明白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事呢 除了三件事之外吧 说这些事啊 将来都是 有静有动 我做一遍动的啊 三件对手 公安垂直 踢起来 踢起来以后 如果是想动了 把腿迈出去 跨 放下 放下 提 脉 放下 提 放下 脚尖勾过来 然后再起 脉 脉 脉 提 踢出去 脉 然后脚尖勾过来 这个式子叫 这个式子叫 伏西伏跨式 伏西伏跨式 相当于 有点像三体式啊 所有的起式 收式都做这个 到头了以后 落下 脚尖勾 这是一个摔法 过肩摔 伏西 伏西 伏跨 伏跨 伏西 这叫伏西伏跨式 好 韩记式 大概就讲到这 伏西伏它们就算了